大家好我是主播 大家好我是專家 大家好我是商人 大家好我是專家 大家我是博士 大家我是室友的爸爸 大家是 prime virt 大家好我是救室友的 觀點來到我3D 欣賺招 我們今天在九分地區 發生的itud流 造成的九十六山,我們把現場交給地者 你們所現在看到的是主石流 壓住了整個九棍地區 而現在的情形是五十六山 而你們可以看到當地的影片 我們長交給死者的家屬 對你的兒子有什麼意義嗎 兒子啊,你走二十六山 由於這個觀念 那我們轉交給我們的主播 我們要問我們的專家 嗨,大家好,我是專家 一位是山區豪大雨雨發溪水 報答 溪流中下游淹水 我們 這種情形可以事先預知 可能的話,最好應該要撤離到安全的地方 我們要預防的方法是 保持河道暢通 山區做好水土保持 森林可以含養大量水分 應該是眾所皆知的 河道兩旁的提防 如果有損壞就要盡速補修 每次等到颱風季來時 才要開始補缺口 這樣的品質絕對不會很好 要如何預防土石流 要做好水土保持的工作 不要 要 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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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山坡地 地上的樹木及花草 會 他們會 他們的根深入泥土中 緊抓著松軟的土石不放 下大雨也不會輕易被沖走 造成山坡 如 沾崩 或 貪花 而且 他們還可以吸收一部分的雨水 免得造成山洪爆發 衝向平地破壞人類心肚 建造德家園 除了要注意山坡地的水土保持外 我們也要注意住家附近的水溝及河道暢通 不可以亂丟垃圾 否則造成河流土山 河水流不動 便會淹上來 那就慘了 總之 在想 用水的便利性質 也忘了水的危險性 需好好的加以防範才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